自己就是進入醫師階段 考到醫師執照之後 我就是跟陸竹惠這個團體 去了馬達加斯加 我們到達它的首都 是安塔娜娜利福的 第一天我們就是坐上這種 這種小巴士 然後路上那個團長就跟我們說 這邊 因為我們到達的時候 我們從台灣到馬達加斯加 先去曼谷轉車 轉機 轉車 總共的飛機的這個 機程大概要16個小時 所以下來都已經快死掉了 接下來就被趕到 像基隆一樣的巴士上面 本來想要休息一下 但是我們團長說 不行 你現在到外面去都有 然後就開始分享了一個 就是他們的那個黑人 就是闖進一個華人經營的餐廳 然後把裡面的人都綁起來 然後用槍底的他搶劫 然後他嚇到 尿全部都縮回膀胱裡面 去被吸回身體裡 然後所以就 就只好坐在這個巴士上 再搭12個小時 到我們下他的 馬達加斯加的第二大層 叫費納城 我們一整行程 其實我們總共 不只我一個醫師 在場有非常非常多 一定要很多醫師 不然這個哪叫看病 你是看人的 而且其實這個時間是縮短在四五個小時內 就要看完 因為我們住的城市是 馬達加斯加第二大城 那邊其實還是有一些 就是有房子 有那個水泥 鋼筋的建築 那我們一整的地方是 以那個城市為放射狀 每天都要坐那個小巴士 大概三四個小時的路程 到各個不同的鄉村村落 去做定點的一整 去幾天 去了12天 我覺得他們最落後的地方是 他們甚至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為什麼我要擺這張照片呢 因為基本上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橋 但是這個橋是木板鋪成的 那司機每天就載我們 他就是要載我們過去那個 鄉村的時候 然後他到這邊 他就突然停下來 然後就跟 當然我們隨車會有翻譯 那些司機講的 是法語跟馬拉加細話 然後跟我們說 請你們下來現在 我車子要走 拍過去你們用走的 因為如果他載了25個人再上去 可能會垮下去 木板會斷掉 對 然後這個 這張照片其實就是我們的 就是病人每天排隊 只是其中一個角落 大家大概是到了好幾圈 不是在排iPhone6 就是排著要未來看病 就是排天天圈 排天天圈 對 其實吃的話 也沒有想像得那麼好 因為中午的話就是 這是我們會長 就是一個廚藝很好的大師這樣 我們每年中午就是煮這種大鍋炒這樣 本來一開始 大家吃的都還滿有食慾的 但是就是 某一天我們隨隊的 一位寄生蟲學的教授 他就去隔壁那個小河裡 挖了一些水起來 然後突然他的顯微跡下 發現都是蟲卵跟蠕動的蟲這樣 然後後來大家就不敢吃 但是後來會長跟我們說 其實我們這煮的水 都是去廚商裡面買的礦泉水 就大家才又放心的開始吃 對 不然你很容易感染疾病對不對 對 就是在那邊 在這種人生地步所的環境下 當然剛剛這些謝忻他們講的 那種病急 對 飲食最不注意的話 就是會有那種上腹下腹的情形 過去你的經驗裡面 也沒有隨行的醫師 有感染到疾病的嗎 我本身 我本身那時候去印度的時候 就感染了奇怪的怪病這樣 因為那時候我是跟三個同學一起去的 我們去當志工 那可能那邊大家都知道印度是 就是用 然後我們想說入境隨俗好了 那我們就是大家都很不怕死 想說我們腸胃很健壯 然後就用手抓了食物來吃 然後後來晚上我們到 那個投訴的青年旅社 然後要去廁所的時候 就我大碗便脫下褲大碗便 發現沒有衛生紙 為什麼 因為當地人是用右手抓食物吃 用左手擦大便 它旁邊就有一壺水 然後就是讓你 就是清洗你的 知識那些排出來的會霧這樣 因為我也不好意思 光著屁股走出去 跟別人要衛生紙 所以我就只好這樣子 清洗了一下自己這樣 然後後來隔天之後 我們整團所有的人 都是開始上腹下血 然後又開始奇怪 像我本身是 就有得到奇怪的咳嗽病 就是每天晚上會一直咳… 然後咳到就是 就是從床上彈跳起來 然後覺得肺都要咳出來的感覺 那個感覺真的是 沒有體會過真的是 就是無法言喻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 不然你們這一團怎麼入境的 就是大家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因為我們去印度去了一個月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大家就好了 還好用於這一段 是不是 對啊 你們都沒有造實申報 還把疾病帶回來 怎麼可以 對啊 我 真的嗎 對啊 你就是在跟鄉親玩遊戲 來自我隔離 看那個 對啊 整團回來怎麼進來的 一定 好了 好了 好 我們再回來 自體免疫 自體免疫起來 然後就可以抵抗那些病毒 是… 結果就好起來了 住進五星飯店兩天 自然就好 對 先來鼓勵一下… 好… 滿感動的故事 接下來洪子堯 來 西非聖多美 對 聖多美及普林 西比 這是一個我們台灣的放膠國 是一個島國 是一個島國 因為當地都沒有什麼資源 它一定是火力發電 所以有的時候 常常一定會停個一兩次電 所以你有時候炒菜就是 用手電筒照著 然後一邊炒 然後一邊吃 然後吃完了以後 也沒有什麼淋浴間洗澡 沒有 就在大庭廣眾之下 沒有 當然就跟你旁邊的人講好 我們就用一桶水這樣 大家泡在水裡面 賞著星空 然後一邊洗澡 然後這個是他們當地人住的房子 就是這種高角屋 所以 因為其實當地河川還是會變動 所以像什麼霍亂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瘧疾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醫療團在那邊做的 其實很重要就是瘧疾這個部分 那看右下角就知道 這個是他們當地人生活的環境 裡面其實就是人畜共生 然後豬 雞都在旁邊 然後他們就會共用這些東西 你去了幾天 我去了一年 那時候在那邊一年 你住那邊 所以那個當地語言也會了嗎 對 當地講的是葡萄牙文 對 所以其實算是另外一個收穫 葡萄牙只有葡萄牙跟巴西 對 巴西也講葡萄牙文 澳門 對 但我覺得聽了你這些故事 我深深的覺得 你不要溜溜牙比較好看 是 那是什麼人 真的 我喜歡水 你在講什麼 人家當藝診 當志工的 哪有時機去整你頭髮 感謝之情 這樣比較 就是這樣比較好看 在那裡的一年 是誰幫你剪頭髮 在那裡一年 其實我也綁過黑人頭 因為當地的黑人他們 他們自己弄 對 他們早上起來 就是大家都會澎澎的 所以就會 女生就會互相幫對方 像這種他會這樣纏起來這樣 然後當地人他們都有個習慣 他們每次看診就跟你講說 醫生我脖子痠痛 全身肌肉痠痛 但是你在路上都會看到他們 頂那個很大的水壺頂在頭上 對 我甚至在路上看過 就是蕎夫把一棵樹砍下來以後 頂在頭上就回家了這樣 樹幹頂在頭上 對 頂在頭上就回家 那你這一年 當然不是每天有病可以看嗎 沒看病就幹嘛 其實我們就是像 因為我們在台灣那些 有一些計畫 那溜疾在當地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因為很多小朋友 很多人 其實對那病人來說 就醫療缺乏到 他可能 虐疾來說他會發抖 然後一直發抖 抖了一陣子以後才停下來 然後覺得很累 全身虛脫了 然後睡一下 好了以後就起來再繼續工作 對 然後另外就是像 在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在國慶州的時候 我們有進行診診 那平常我們看診的時候 只會一陣 原因是因為當地的人 雖然都說我們都有病的人 但是沒有有錢看病的人 但是我們還是要 讓他們收一點藥費 為什麼 因為這些藥費會進到一個 藥庫的基金 他們可以 循環一直買藥 然後所以 其實像剛剛其實 大家像謝熙的經驗就是 其實重點在於 我們幫他建立一個制度 我們今天來 其實你說給他醫療 然後人走了 他們就什麼都沒有 對 但你建立制度以後 這個東西是他們自己有 他們可以永久做下去 就是要教他怎麼樣釣魚的技術 而不是給他魚的 對 在一陣之後的時候 有一個趣聞 因為就像大家就一陣的時候 就是病人就開始蔓延出來 通通都出來了 但遠遠我就看到有一個 穿著卡其色的衣服的人 穿著卡其色的衣服 會讓我想到高中 國中那種感覺 制服 對 然後他坐下來以後上面 這個小字的部分 其實他寫的是四個字 中文都看得懂 這女中的制服 捐到這裡來 對 因為看病是一個很 需要禮儀的事情 當地人穿到最好的衣服 那這件衣服其實透過慈濟 就是我們平常捐的那些 舊衣 對 他就這樣子飄洋過海 然後在那個地方 好親切 我在那邊看到新竹女生 遇到他 對 另外就是說 像剛剛講說 瘧疾是很嚴重的事情 那曾經那邊 曾經有大規模的撲滅 然後但是就像我說的 這些人走了以後 瘧疾就再來 然後所有的醫院裡面 每一張病床上面躺了四五個小朋友 因為新生出來的小朋友 都沒有抵抗力 所以就變成說他們 通通會得到腦去虐一些 很嚴重的情況 是蚊子釘嗎 對 虐蚊去釘藥以後 他得到這些情況 然後接下來 所以他們 這些是什麼 這些藥嗎 這些 這是血液的抹片 所以我們在當地 除了噴藥 撲面虐疾之外 另外就是說 我們會去學校幫小朋友採血 去看說他裡面有沒有代源 然後他們代源率是多少 我們到底做的成效到哪裡 剛剛其實非常感動 因為有一種感覺 其實愛心是可以傳遞的 你看一件衣服可以傳遞過去 可是現在在所謂的國際藝診 這個概念一直在修正 因為你永遠救病那些人 像這種小朋友 全世界每年有 你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兩千萬個以上 黃玉岩一時飛桌上線角旅客 過程 好害羞喔 我們一個主題就是叫做性教育 我們就設計一個題目 你就準備了一支這個 然後那是獎品 那不是獎品 那個是一個 不是獎品 不是啦 那不是 你小時候為什麼要順便能到人 你五六十歲的媽媽 她就想得獎品才就舉手 然後就很害羞 就是阿嬤就笑著花枝亂菜的感覺